好,我跟大家分析一下2020年的庚子年 庚子年太歲就叫做餘起,明年就是七尺入中宮管事 怎樣叫七尺呢?我們每一年會排出來的 跟我們的三元九運 每一個榴槤都有一個星管事務 明年就是七尺入中宮,排到下來 我們排出來從道歷開始已經是四千多年 四千七百一十六年了 正式的明年,我們每個都知道,叫庚子年 庚子,子就是害子醜,就是在北方 所以他的宮位就剛剛在坎宮 三薩就在正南,三薩是怎樣求出來的呢? 明年是新子,我們就用新子神三合局 對面那個就是三薩位 新子神是水來的,對面就是南方 所以南位就是三薩位 向著那個,很明顯,就叫向山,就是北方 好了,我們又要計算了 明年呢,我們經常都會說 明年今年五王的空星究竟去到哪裏呢? 明年的空星呢,就去到鎮宮,是正東 正東就是鎮宮了 我們就由七尺,入到中宮,順菲,去到正宮東 好了,九子,我們就去到對宮 九子,就去到正西 好了,正西有些什麼反應呢? 我們去看看 七九回六之災 小心些官妃,老人家 好了,剛才就說了1941年那些 年紀大,那就小心了 心臟病這些 好了,病符的星呢,也都飛到尼掛 好了,剛才我們已經說了 正式的尼宮,在南邊 南邊我們就是代表 我們的心臟呢 尤其是還有一個病符星飛到這裡 所以呢,就要特別小心些 我們現在呢,不是一定老年人 有心臟病啊 年輕人呢,也都會有 因為年輕化 好了,我們如果說 在明年哪些人是說 會有梵太歲呢? 梵太歲呢? 梵太歲呢,就是 例如我們老鼠,明年是庚子蓮 我們就叫做自刑太歲 如果生肖屬老鼠的 明年是子蓮,就是太歲 好了,那五,屬馬的呢? 又怎樣犯太歲呢? 就是沖太歲了 子五雙沖 好了,我講到這裡 我有阿邁的關子 那什麼關子呢? 我們有真犯太歲和假犯太歲 如果真犯太歲呢? 我們就是陽肝 才會犯太歲 那明年呢? 是什麼年呢? 是庚子年 如果我們的火 炳火 我們陽肝的人 炳火 黑過庚金 那就真犯太歲 好了,明年是庚子年 我們炳五年的朋友 就要留意了 炳五年的朋友 就是會犯太歲了 因為炳五年 剛剛就是和他對沖了 所以炳五年的朋友 就特別要小心了 這個屬馬的那個朋友 好了,接下來我會和大家說 在這四個生肖裏面 不需要那麼害怕的 但是呢,你說 是否真的沒事呢? 既然呢,我們是研究術數的 也都是當一個 好像天文台出的那樣 就是提醒你 八號風球 難道你還要出街行嗎? 是不是呢? 樓上的東西頂過來 玻璃吹到噴噴聲 是不是呢? 是有六個生肖 沒錯,對年份是真的不利的 那哪幾個呢? 就是明年呢 是有慕五年的 有紀佑年的 有丁茂年的 丁茂年的 丙子年 和月佑年 這幾個榴年呢 就會差些了 那丙五 例如丙五是多少呢? 丙五是1978年 丙五年 紀佑年 1969年的朋友 丁茂年 丙八年的兔子 這時候要小心一點 這時候為甚麼呢? 特別小心 因為呢 這真是 沖泰稅 真的沖泰稅 好了 沖泰稅 好了 你馬歐是熟雞的 那怎麼樣沖呢? 你又會問我 我師父 我怎樣沖 這個不是這樣 剛才我們說的一開波時,我們說七九回六 如果對掛七呎,那火是否黑住耐金呢? 七九回六,不止年紀大會有問題,健康 年輕人也要小心,官非、口洩 家人也要小心,在西面的電器用品也要留意一下 可以說的,大家也不用擔心,只不過是小小事,不妥 最重要是挑戰自己,樣樣小心一點 都是那句,諸事太吉的,沒事 如果是真凡大碎,每晚有少少運力,的確會有喜樂